对手发七个球被偷了五个 我们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应对对手的后场 这里我首先要说一下 被偷后场的话 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 你要学会闪动发力 什么要闪动发力呢 很多球在打这个后场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的发力一定要转身才能发力啊 我告诉大家 随着我们的技术发展 我们的发力 它是可以不转身的 就光用手臂 就可以进行这个闪动发力 所以我们在被偷后场的时候 它是什么 来放到前面这个位置 放到前面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被偷后场的时候 假设我们站在这里 假设我们站在这里 OK 那我们在被偷后场的时候 首先地点 横脚站位做好了 后脚的脚后跟抬起了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 在对手发球的一瞬间 控住我们人的重心 往后拉 然后将我们的人往后退出去 通过左脚的蹬地 直接蹬地 保证拍一遍横行 直接用手发力 不要想着转身发力 完成我们的 节铸后场 好吗 准备好之后 电一步 放后一点 放后一点 我们直接怎么 准备好之后 电一步 好吗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 都是没转过来了 都是刚开始在这里 就直接产生发力了 而不是说 等我们的身体转过来 再发力 就可以接住对手的头上 再来一个 准备好之后 横脚站位 后脚跟抬起 球一篮 脚登地 好吗 我都是侧身直接打的 基本上不会说 转回来再进行击球 而且我们的击球点 一般都是在身体的后方 所以我们合走的时机 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不要想着在前点打了 你要想的是什么 大臂直接带动小臂 在后点 要你的拍子在球的上面 直接向下点下去 所以我们整个发力感觉来 来 我们整个发力感觉 它是什么 来球一来 它是在后面 有种点杀的感觉 看吧 在后面 我们不是说 身体向前轻在打 而是在后仰的状态下 手臂直接小幅度闪动 将这个球点下去 就可以了 OK 这个能听懂吗 对吧 对